前面介绍光线对植物的一个效应 我们接下来讲的是第二个因子 环境的温度 那我们知道温度对生物的影响有下面 温度太高了 植物的蛋白质变性 你就会死掉 所以这叫高温逆境 怎么办 如果今天温度的上升是慢慢来 假设20度是意思给你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变成25度 又一个礼拜 然后变深的度一个礼拜 35度一个礼拜 那你慢慢的温度慢慢上去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是阶段式改变 这个过程可以叫寻化 但是其中寻化不太好 这个大家还记得 如果你们忘记了 请去看高一 一之一生命现象的影片 这边要叫什么呢 调试比较好 因为寻化也认为是演化的结果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知道的同学 你就回去看高一的影片 不知道的同学 更要去看高一的影片 为自己推销 寻化 那为什么寻化慢慢来 你就有机会度过高温逆境呢 因为你今天 如果真的到温度 开始慢慢上升了 你有一群基因 叫乐修克蛋白基因 就开始转入转移 乐修克蛋白 本身对热是稳定的 它会让其他的蛋白质 也跟着稳定 所以你看我这边写的 叫结构稳定 稳定结构 这是回文吗 吸附在休息 我们不要走 干嘛我干嘛这样写呢 就是我自己的结构是稳定的 我还可以去稳定别人的结构 多好啊 就是修身 又推及及人 多厉害 所以当你温度开始上升 我产生乐修克蛋白 Heat shock protein 它就会让自己稳定之外 让别的蛋白质跟包气稳定 这时候你会比较不怕热 所以你先让它有点温度 慢慢上升 它会有这个机会 产生乐修克蛋白 这是高温逆境 那低温逆境 是太低温 低温为什么不好 因为所有的代谢反应都下降 消除回音下降 这是化学现象 温度低 分子都能低 碰撞就变慢 那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讲办法 让你的伤害降到最低 比如说细胞膜 在非常低温的时候 它会变成比较偏固态 一偏固态就脆了 就容易破裂 那细胞就破了 或者是比温度在低 远到零下 你的冰晶形成会错过细胞 细胞就死掉了 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你在低温下 你必须要让细胞膜上的 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开始增加 来让你的细胞膜出现比较高的流体性 你就不容易变脆破裂 所以这是增加它的流体性 透过不饱和脂肪酸 那饱和脂肪酸如果多了 就是比较偏固态 所以它就在 液态跟固态之间偏移 这是细胞膜的特质 好 最后我们看到 最低跟最高温度 你不能太低 不能太高 不然会死亡 当然最好是生理作用下 一个最适温度 我们对温度的研究非常的多了 包含下面这个数字 各位可以当参考 当生物体温度上升10度时 你的有氧呼吸效率 大概增加2到2.5倍 好这是一个补充 就是大家知道 原来温度跟你的生理反应有关 当然 因为化学反应就跟温度有关 对不对 以上是温度的影响 那我们就看到整个生态吧 有些环境比较低温 例如温带地区 这些地区有温度比较凉一点 所以增扇也慢一点 这边就很多植物是C3植物 但你到了鱼肉带热带 很多植物是C4植物 因为这边太热了 一热一干 气孔就会关 诶 他晕了 一热一干气孔就会关 这跟我有何干 就关气孔 关气孔就糟糕啦 没有二氧化碳啊 还好我储存4碳酸 对不对 所以在热的环境 C4植物很优势 它就打趴了C3 因为C3关气孔 就没有二氧化碳啦 好这是 在整个生态系的温度分布来讲 也有C3 C4的东西 好我们现在把上述的这些因素 做一下总结 这边出现了三个图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不论你在哪个领域 在科学领域 人文科学领域 艺术领域 随便你 我们都习惯在画这个 XY轴图的时候 所谓的X轴 叫做因子 我们探讨的因子 Factor 那重坐标呢 就是这些因子 所产生的效应 EVENT 效应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图 横坐标是光强度 重坐标是光合作用效率 就代表这个图要表现 不同光照强度 对光合作用效率的效应 这个准则 请大家一定要抓准 你画反了 会被骂死 就是代表你没有概念 知道吗 所有的图都这样表达 横坐标就是因子 重坐标就是效应 好那光照强度越强 光合作用效率当然越高 其中C式植物的变化非常明显 它会一直不断往上增加 C3植物呢 怎么一下就饱和了 还记得一个名词叫光饱和点吗 C3植物的光饱和点 比较低一点 以下就到最高峰上不去 C式植物的光饱和点比较强 所以C式植物很多是阳性植物 C3很多是阴性植物 这我们在前一开始都提到的 所以这个图表达了光照强度 还有C3C4这个因子 对光合作用效率的效应 图一 图二呢 很重要是温度 代表看温度了 首先一样 温度越高 光合作用效率越高 但是过高了就会价降 因为效素变性了 所以会有个所谓的 最式温度 那A跟B是比较二氧化碳 A是二氧化碳浓度非常高 高浓度二氧化碳 而B呢 是低浓度的二氧化碳 所以啊 所以除了温度之外 似乎二氧化碳的浓度 也影响了光合作用效率 在今天我讲这件话 你们心里已经想了 这不是废话吗 我最喜欢废话了 大家如果这是考题考 那个深论题 请问你这个图 我看到二氧化碳的浓度 跟温度的浓度 会影响光合作用效率 请解释为什么 你们写得出来吗 那如果规定 这一题一定要写满 半张A4子 可以吗 可以啦 你就写很大字 我不知道 静态号 结束 写完 对 那我就会给你更大字 你得零分 好开心哦 无聊 所以二氧化 另外二氧化那是光合作用的原料 碳反应 那温度影响碳反应的效素活性 一切都知道答案了 好往下第三个图 是光照的强度 与温度 这是高温 当然这温度不能过高 因为温度如果太高 就会让蛋白质变形 这是高温 这是 温度比较低一点的低温 好我看了这三个图之后发现 光照强度有所谓的光饱和电 最高效率 再过头就电低 因为光照太强 会造成叶片的伤害 电子传染炼太旺盛 会产生不成对的电子或自由基 反正光照太强会造成伤害 这我们之前也提过 好所以这三个图就是总结 总结什么呢 什么因子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 照光强度 温度 二氧化碳 还有你是C3植物 还是C4植物 大家就我们以前学过的光合作用 我们有一个因子没有在这边出现 知道是谁吗 我们之前在讲光合作用的时候 我们还特别说光反应被什么什么影响 碳反应被什么什么影响 我们这边几乎全包啦 但是有一个东西没出现 我听到那个谁 有人在尿尿吗 什么 就是水啊 水也是原料啊 在光反应的原料 这边没有考虑水的量够不够的情况 好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边图看起来好复杂 它其实所参照的因子 不就是我们以前介绍光合作用时 所说的那几个因子而已吗 就是没有脱离出我们的手掌心 只是各位你们学的东西要综合力应用 你就会得到这些图表了 好以上我们就把那个 这些因子对光合作用效率的说明 讲到这里